三大袁总都在排东西 今天他们的车在西藏溜到了3000多公里 终于是到我们南京了 还记得吗 袁总一号的绿膜 袁总三号的大忌 这是我们袁总二号的15手GTR 还有我们的准备车F勾 F勾 三号 二号 二号 对不起 袁总 还记得吗 在高原地区持续工作 7个小时 我们家的韩师傅 一路给他们保驾护房 更重要的是有一台什么车 卫士 这次的路程 我们家这个卫士冲锋陷阵 这一趟三位元总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全部都隐而而解了 如果这一趟没有我们这些保障车在 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们谁也不敢想象 现在我们要把三台车全部升起来 看一看他们受损情况到底怎么样 这么严肃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笑 应该很多兄弟们都看到了 大忌当时在板车上面挂在那里 可是上面 别笑 这边的受损其实都无所谓 这个小问题 对 就是刮伤而已 没有变形 没事 主要是上面看着挺严重 你知道吧 就是它挂在那的时候 它好像是要 刮的那个柱 对 这好像还是别人的气 兄弟 你的气都没掉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基盖 生锈了 你看到没有 不过没事 换个基盖就行了 完了这个塑料件 这个小轮媒 一修带改 终于找到了理由 换一个改装的东西了 你看我这队也原来我们照顾 要照顾他们的车 要照顾他们的行李 我很累的 别笑 绿膜看起来什么问题也没有 我们看一下底盘 这个东西就底下前层这个护板 有个垫 这是塑料 但前板一点问题都没有 小问题 我来再检查一下 院子护板有点小滑张 也这个在城市用的会出现 一下低 护股脚印都会走 小问题 没有问题 我来看一下院总2号 院总2号的15手GT-R楼 我从前面看这台GT-R的护板 从前到后基本上无伤 就是我们保障师傅 在半途的时候 给他把避震高度调整 刚说没问题 你看这里有邮件漏出来了 我估计这个前叉已经开始渗油了 等会我们把这个护板拆掉 我们将把这两台GT-R 稍微的准备一下 完了去我们当地的封闭赛道 去崩一场零一 看一看这一趟西藏之行 他们到底是弱了还是强了 期待了